就是欠练这四个字是昔日南蓝黄金一带的王世鹏和朱芳宇 对于国家对投篮问题的一针见血的诊断 可谓是铁钉钉地打在了点子上 当然投篮不中得到问题不能就此打住 这其中隐含的信息要远远比你看到的更多更为深刻 在国家队如此低迷的三分和罚球命中率背后 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训练体制不完善 球员的职业态度差 以及俱乐部对训练质量不够重视等 这并不仅仅是投篮手感冰凉这么简单 它实质上是一整个体系的缺陷和裂痕 那些数字不仅是失误 它们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整个篮球系统内在的病态 越来越多的球员因为自身的视值和关注度上升 开始忽视基础训练 在这个全民直播短视频红人遍地的时代 一些年轻球员更容易被外界因素影响 失去对篮球的纯粹热爱和专注 王世鹏和朱芳宇的时代可没有那么多的干扰 它们的成功和精准投篮 是用无数次默默的训练和汗水换来的 朱芳宇与王世鹏对青年队和主队态度的批评 并不是一时的情绪发泄 这是它们对这一代球员态度的不满 也是对现有体系存在问题的隐忧 对于青年队的天赋被过度夸大 到了主队却态度散漫 这种不对等的现象 反映出我们在才华和态度之间的失衡 与男篮形成鲜明对比是 中国女篮在相同体制下展现出更为出色的篮球技术和职业态度 她们的罚球准确度和三分命中率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应该引发我们对男篮发展方向和训练模式的深刻反思 朱芳宇和王世鹏的一番话 给了我们极为珍贵的启示 投篮不准不仅仅是训练不足这么简单 这是整个篮球发展体制 需要被深刻反思和重新设计的信号 无论是从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层面 只有找准问题精确诊断才可能会有真正的改变 对于中国男篮来说 打铁不能再是选项 也不能成为借口 一切需回归篮球本身 找回对这项运动最初的热爱和专注 这是每一个参与者 俱乐部甚至我们作为体育媒体 应当深刻反思和行动的起点